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从汽车用MCU到家用电源管理晶片,成熟制程晶片无所不在。 成熟制程是指10奈米、14奈米、28奈米、65奈米、180奈米等传统制程晶片。 在摩尔定律逼近极限的情况下,先进工艺越来越贵,一线晶圆厂如台积电、三星、英特尔等开始重新发力成熟制程。 哥罗芳德、联电、中芯国际等其他二线晶圆厂有些措手不及。 晶圆代工虽然是赚钱的行当,但也是最困难的行业之一。 过去几年早已放弃先进制程追逐的二线晶圆厂,等来了各方市场应用急增,汽车晶片大爆发之际。 然而,一线晶圆厂们又返回成熟制程战场与之竞争。 晶片代工龙头台积电位居龙头的秘诀之一,就是称霸成熟制程之下的特殊制程,仰仗的便是其惊人的产能。 据了解台积电超过一半的产出,皆为成熟和特殊制程。 今年第三季度,有46%营收来自这两种制程。 相对而言,台积电成熟制程的扩充更专注于替客户量身打造的客制化的特殊制程, 因此逐步提高特殊制程在成熟制程的应用占比,进而支援客户群增长所需。 台积电的重点是在28奈米能力的晶圆厂。 28奈米作为台积电经典的Prefin FET制造工艺可行的最后一代, 也被称为生产简单、低成本晶片的甜蜜点。 台积电也希望还在使用旧节点的客户,能够过度迁移到28奈米工艺。 三星这几年一直在和台积电你争我赶,三星在先进制程之外, 也在抢工成熟制程,以削弱台积电在晶圆代工市场的独霸地位。 三星的晶圆代工事业锁定的CMOs影像感测器所需成熟制程产能, 进而确保新客户提高获利能力。 三星在影像感测器式战略排名第二, 无论是生产还是实力都很雄厚, 向市场开发一部分代工业务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据Business Korea报道, 三星晶圆代工部门计划在2024年前 让成熟特殊制程节点新增10条产线, 和2018年水平相比, 计划在2027年将成熟制程和特殊制程的产量提高2.3倍。 另外,三星将增设17奈米产线生产高阶影像感测器, 与线型的28奈米制程并行。 另外一个重要的成熟制程代工参赛者就是英特尔。 英特尔的IDM2.0战略实施之后, 代工业务就是其很重要的一项变革。 英特尔还与联发科达成了合作, 英特尔宣布将为联发科数为电视与WiFi晶片代工。 英特尔代工的工艺是Intel 16, 本质上是英特尔的22奈米工艺的改进版。 所以目前英特尔代工的工艺重点也是成熟节点。 一线晶圆代工大厂, 压住成熟制程的原因不少。 除了CPU、GPU和行动SoC这样, 以先进制程节点为主的晶片之外, 其他大量的晶片很多是使用成熟制程。 现在智慧型手机、家电和电脑中使用的数十种晶片和感测器, 这些零件使用的是相对先进些的成熟制程。 而且使用数量和复杂性还在提升。 当前车用电子的晶片含量正在不断增长。 几年后, 每部汽车中的晶片数量将增长到1500个以上。 汽车电子需求中80%是成熟制程。 这也是一线晶圆带工厂们杀回成熟制程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 中国许多高阶、VI晶片以及运算晶片, 在美国出口管制之下使用不了先进工艺, 于是开始思索更改设计, 通过使用多颗成熟制程晶片取代单一高阶晶片保证出货。 此举也变相地使成熟制程晶片同步倍数增加。 但是, 如一线晶圆厂对成熟制程疯狂的扩张, 势必对格罗芳德、联电、中芯国际以及其他二线晶圆厂造成一定的威胁。 而且, 一线晶圆厂有先进工艺的优势, 假如再出一些捆绑优惠政策, 将进一步冲击二线晶圆厂。 英特尔的代工业务开始走上了正轨, 其代工业务强势的客户多是一些成熟制程的业务。 三星晶圆代工部门副社长指出, 三星的晶圆代工客户从2019年来已增加至两倍以上, 且预估2027年将扩增至五倍。 成熟产能正在被一线晶圆厂一点点蚕食之时。 二线晶圆厂在成熟制程的压筑同样不小。 据悉, 联电2022年的资本支出达到23亿美元, 这是其放弃先进制程研发以来最高的记录。 联电的主要投资集中在22奈米、 28奈米的制程节点。 联电也携手大客户签下长约, 扩充在台南科学园区的12英寸厂5-12A的P5及P6厂区产能。 中芯国际这两年也一直在扩产, 其已投资75亿美元, 在天津建设12英寸晶圆代工生产线项目, 规划建设产能为10万片每月, 可提供28奈米至180奈米, 不同技术节点的晶圆代工与技术服务。 华宏拟募资180亿元, 分别投入到华宏制造无锡项目, 8英寸厂优化升级项目, 特殊工艺技术创新研发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 根据全球曝光机设备巨头艾斯摩尔的说法, 尽管当前的宏观经济环境造成了不确定性, 但艾斯摩尔看到, 几乎所有客户都在抢成熟制成设备。 根据VLSI的数据, 自2021年开始, 成熟制成晶圆厂设备的支出翻番, 此后更是以较快的速度增长。 产能上开足马力, 接下来就是抢市场、抢客户的时候。 车用晶片代工这一市场, 几乎让所有晶圆厂纷红了眼。 台积电拿下了70%的车规MCU。 三星正在月月月市域规划汽车晶片新工厂。 联电深耕多年的成熟制成也在发威。 今年以来, 在车用晶片领域大布局, 联电已经拿下多项国际大厂指标认证, 包括英飞灵、 恩质浦、德州仪器、microchip等。 格罗芳德于2021年9月宣布投资60亿美元, 扩产将汽车晶片产量翻倍。 花红12英寸, IGBT已实现规模量产。 在第三代半导体这个市场, 也是晶圆厂追捧的一个热门领域。 虽然第三代半导体的产值很小, 即使再过五年, 也可能不超过整个半导体市值的1%, 但是新材料衍生的商机将是细机材料达不到的, 所以晶圆厂本着提升竞争力方式也是各式各样。 要知道, 台积电在2014年就开始在6英寸晶圆厂制造氮化加组件, 联电也是在发展氮化加技术。 世界先进从2018年就开始潮量产弹化加晶片的目标努力, 世界先进于11月底宣布, 公司的8英寸0.35微米650伏弹化加QST加工技术平台, 以完成系统的客户端验证和可靠性首批产品, 正式进入量产阶段。 格罗芳德在11月拿到美国3000万美元的联邦资金后, 正在推动下一代系鸡蛋化家的开发和生产。 从种种迹象来看, 在成熟制成的大乱斗之中, 一线与二线晶圆代工厂上的厮杀也许才刚刚开始。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